.com 晚安 謝謝神秘的浪克分享我的直播間 123 晚安 欸 如果髮型好好看 有嗎 因為我好像是第一次弄中分嘛 所以 我不是很會 分他的那個髮線嗎 不然就是因為我的 我的瀏海太短了 對啊 瀏海太短了 好像蠻難 弄出好看的 中分嘛 搞得好像我戴假髮一樣 而且今天的妝好像也不太一樣 大家有覺得嗎 今天多點了 今天多點了 兩個 小小的字在這裡 水垂晚安 小千晚安 小一 小一晚安 等一下 有一個 名字好像 很難唸的 一個 約下面一個 註念什麼 tcy 晚安 是不是眼睛有點 對啊 點了兩個 詩雅嘛 詩雅的不是在這裡 還是你想說 詩雅的本題字 一卡晚安 謝謝阿華分享我的直播 接 所以今天的 這樣的感覺 有喜歡嗎 還是我把它弄回 平常的瀏海試試看 平常的瀏海 就會變這樣 這樣就好像有點普通 我是弄頭髮弄到一半覺得 這個打扮好像還蠻適合中分的 所以就中分了 只是中分的話 原本的瀏海還是在 原本的瀏海還是在 會有點難 分過去 雙年晚安 欸 欸 是劉佳嗎 劉佳 劉佳晚安 謝謝Akira的帽鈴鐺 今天是厭世衣嗎 喔不是 這個不是厭世衣 我們 我們的官方IG 最近在PO厭世系列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PO到我的 有點期待阿 每天 每天六個 我 劉佬佬講晚安 你聲音好好聽喔 謝謝 耶 第一次看到 路卡來我的直播間 所以今天不能做奇怪的事情 天啊 我現在的直播都還蠻正常的 就是沒有像以前一樣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如果讓二期看到我以前的直播 他們 會不會是超不好的示範 就是比如說什麼 穿很多衣服那個嗎 還有什麼 吸害氣那個嗎 還有早午直播台 感覺各種意味上不能拿來當教材 我愛香菜002號 對 那個也是 不能拿來當教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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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風亮晚安 哈劉桑 哈劉桑 放掉你的偶包嗎 我沒有什麼偶包耶我覺得 我只是有那個狀態on and off而已 阿西晚安 愛斯晚安 北斗虎晚安 我待會要去咖啡廳看表演 我今天是有點出不來 因為我禮拜二嘛 上一次的直播 講到後面那個手機差一點沒有電 所以我這次有好好的插著電 它不會沒電 不過也因為 也因為那一次就是 快要快要關機了嘛 所以我那時候念榜念很快 沒有好好的念 對不起 大家有感受到我那個語速嗎 認真起來的語速 浩福大叔晚安 宣揚晚安 想要好好的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的妝嗎 嗯 今天的妝除了 多點了 這兩點嗎 還有 一點是那個 我的眼線 我最近畫眼線的方式也改掉了 因為我之前的話會想要 把眼尾這邊再拉長 但是 嗯 這樣畫久了之後會覺得 自己會不會看起來有點 兇嗎 或者是 如果想要比較可愛一點的感覺的話 好像不太會適合 拉長的那種眼線 比較魅一點的感覺 所以後來就會變成 就是都沒有拉長 沒有刻意的把眼尾拉長 然後在那個 眼睛的中間嗎 中間這邊 會再加強眼線 讓它看起來比較圓一點 因為我的眼睛原本就是 眼睛原本就是 眼睛原本就是長的 所以 如果是把它拉長的話 看起來會整個 往這邊 往這邊 就是 點了 感覺 五官的比例把它 會變得 不一樣 眼睛下面的字很棒 給你一鏡看那個字 是 拆開 你居然那個語數是Rap出來的成果嗎 而且我那天是唸除了換氣以外 然後都沒有唸錯的樣子 張徐秋晚安 雨露今天是萬聖結封嗎 不是還是 不是還是 這個有像萬聖結的感覺嗎 吸血鬼嗎還是什麼 萬聖結 不過說到萬聖結啊我今天 有在想就是 萬聖結的時候要不要找 Sakura的大家 然後一起辦個變裝趴嗎 就是我們自己辦的那種 感覺會很有趣吧 雖然現在已經 現在才4月而已 但是我已經在想10月的事情 想被雨露吸血嗎 雨露聽過 沒有欸我沒有聽過那首 你要推薦給我嗎 我查查 我查查 等一下喔 我的鍵盤打不出日文 可以啊上次宿舍組有辦 所以我就覺得Sakura Sakura組如果自己辦一個的話 應該還不錯 對 很容易 很難民 我看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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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最后一次的快速谈话很有趣吗 雨速突然上升了10倍这样 诶我发现打错了 难怪难怪难怪找不到 那这样要支援一下罗马屏吗 说不定罗马屏找得到 找找 草莓酱草莓酱晚安 这个吗 好像是这个对不对 这首歌也蛮久的 七年 七年前了 还真的没听过 你特别喜欢这首歌吗 你看过高尔夫视频吗 看过啰 刚刚那个是倒版的 推荐雨露听歌时搭配影片服用吗 阿努娜奇晚安 博弈晚安 既然大家都说我这次的衣服 很像西斜的鬼 所以我就想来讲一下我的 我的牙齿嘛 我的牙齿有一个 就是它的犬齿嘛 尖尖的地方也蛮明显的 但是如果我不笑的话 其实看不太出来 就是这一边 它尖尖的地方非常明显 影片卡了 这里 虎牙吗 它算是虎牙吗 不是犬齿本来就会尖尖的吗 明映雨露竟然没跟上这波 明映星宠儿 哦哦哦 我知道人家说什么 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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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 我知道这个明映但是 好像不太适合 拿来拿来弄 就是拿来玩 这个 这边 这边 酷冰淡爽 帝米MJ晚安 乖乖又是又是晚安 翠翠晚安 今天好像 这个时段 我们家里也在开播吧 我的观众好像就 又吸到那边去了 因为通常 平常我这个时间开播的时候 好像没有人会跟我撞 但是 晚安 谢谢哈娜的礼物 谢谢凯秋的礼物 我吸不过去的 我吸不过去的 例子跟你一样想法吗 欸 才没有 昨天玩少女咖啡枪好好玩 啊对 昨天少女咖啡枪不是 可以玩了吗 可以宰了 大家有刷到什么 满意的手抽吗 就是你们有想要抽到哪一只角色吗 然后去刷手抽这样 有吗 语路傍晚好 晚安 大家看到密集练团哭了 想去安慰她吧 啊这样喔 是现在吗 直播的时候 还是说 米娜我狂刷都刷不到吗 米娜那只角色是 叫无忧 吗 是无瑕的妹妹 是无忧 对啊 那一只很可爱 那一只讲话的声音跟 嗯 我一开始对她的印象有点出入吗 还是因为跟 嗯 跟米娜合作的关系 所以会觉得她的声音比较 可爱吗 我充到五十抽才抽到第二个四星 一路间衣服很漂亮 谢谢 想抽伊克斯卡 李妮娅 我自己还没有 还没有载这个游戏 我只有对 就是我们团圆代言的角色 有一点点了解而已 然后 那个 这个游戏 虽然感觉她的客群嘛 就是绝对得是 男性为主嘛 但是 嗯 你看她的角色设计还有什么 就知道她的客群就是 都是男的那边为主 然后 女生可能不会想去玩这款游戏吧 但是面面她跟我说 这款游戏的一个魅力嘛 就是在她的故事 听说她的故事 跟 嗯 角色的一些 角色的一些设定嘛 都还蛮好的 蛮感动的 有不少 有不少成员在昨天 第一天就有去下载这个游戏了 我是女生 绝对不会想玩嘛 有不少 动画有点太 HeroE 是啊 她的那个 喔 还蛮晃的 这个地方要消音 我也没去玩嘛 这边要线 现在要聊天室 大家要打出自己的ID 开始加好友吗 这边要线 现在要聊天室 开始加好友吗 也是有女犯为了 喔喔喔喔喔喔 我要重开头 也是有女犯为了TTP爱去玩的 只是大概只会玩一周吧 你懂我 超晃我都赢了 有了 她有一些 她有一些角色是不会晃的 就那一个而已 我很喜欢 我还蛮喜欢栗子带领的那个角色 我还没有把全部的名字记起来 就是栗子带领的那个角色是一个 眼镜的 粉 红色长发的大姐姐 对不对 我觉得她的设定很打中我 就是 我很喜欢 其实我就是一个对 我是一个对粉红色长发 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 对 然后栗子那个角色又是粉红色长发 还有 面面那个角色是金色的马尾嘛 对 那一只角色我也很喜欢 总之我就是一个对 金色跟粉红色长发 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 哈哈 哈哈 萨萨 晚安 雨露露 早安 早安 Sparky 晚安 所以我特别喜欢 秘密密跟栗子的那两只角色 我有抽到 四星的栗子 现实生活这两种发色很难驾驭 真的 而且这个 这两个发色好像 嗯 没有染好的话会很丑 丑到不行的那种 因为 要染出那种很梦幻的颜色嘛 可能要漂很多次 或是怎样 但是它染出来不一定像你想像中那么好看嘛 如果你本身又不怎么适合那个颜色的话 就是 就是 嗯 粉红色 浅浅的粉红色跟 黄色 金色那种 我觉得金发 金发很痴肤色耶 粉红色可能还好 但是金色就真的蛮痴肤色 你是说我的法色吗 哦 粉红色 哦对对对对对对 是那一种 但是我喜欢在 嗯 不那么红一点点的 莎莎那一种也很好看 但就是 比较红一点嘛 我只在意星级等级属性 角色长这样我完全没印象 嗯 雨露蓝法 乏味的部分 对啊 我有讲过不是吗 它是咖啡色的 只是我现在 頭髮留很长 所以它 长回来了 诶 诺莎是钳子 哦是钳子哦 我以为是粉红色 感谢 感谢周震 原来它是钳子色 嗯 看来我没有 我没有 很仔细的做功课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 嗯 一开始以为是粉红色嘛 不过 它 有每个角色介绍的小短片 我去看 我只觉得那个 诺拉的个性嘛 很 很 可爱吗 很明显的一个病胶属性的角色 小麦色皮肤金发 109辣妹 这应该是我当兵前 最后也是看直播了吧 莎莎要去当兵了 所以之后就 会有好一段时间 不能见面了 好吗 那 当兵的时候也要加油 要常常相亲我们 等你回来 还好不用当兵 是吗 四个月后我又是一条活龙 一条活龙 有人已经 玩出一些心得来了吗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讨论的卡片 有没有什么 对这个游戏 觉得 嗯 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地方 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地方 又在这款游戏的人 我玩的心得是很晃吗 谢少凯的口罩 我都玩ps4或pc game对手有超级陌生吗 我都玩ps4或pc game对手有超级陌生吗 就有在玩手游的人 美女不行 误会过客 晚安 谢谢藤原文太的礼物 我的心得就是很好玩 很好玩吗 好玩的 吸引到你的点 就角色可爱吧 我都玩音游这种特别不擅长 跟我一样 我也都玩音游比较多 不过它的 撇除掉 角色 不是啊 撇除掉游戏内容不说 就是它的角色真的是很可爱的 今天又要打工了 没办法看你直播 好哦 打工辛苦了 还过来跟我报告 可爱 啊 プレゼント ありがとう 角色衣服还会有点破碎吗 哦 哦 对 说到这个 不是有一些游戏是 嗯 那种 战斗型的 战斗型的吗 嗯 卡牌游戏之类的 如果角色被 角色被 破防了 或者是 角色被打败了吗 它会有一个不样的 不一样的衣服吧 就是它原本的衣服 但是是破掉的那种 这也算是 負面宣传吗 不是 我说撇除掉它的内容不说 只是因为我对它的内容还不了解 所以 我不想去评论那个部分 就是 我没有办法去讲 我自己对那款游戏 实际玩起来的心得 还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想要讲的是 嗯 我觉得它的人物设计的特色嘛 这样 因为还不少游戏 的确是因为 它的角色设计的很吸引人 然后才 进去玩 超哥 超哥晚安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健娘就是这样 对 我就在讲 健娘吗 还有什么 食物语 也是前一阵子 好像广告打的 特别 特别凶的一个游戏 食物语 动画组很懂客群想看什么 彭A晚安 谢谢CSH的礼物 谢谢藤雲文他的礼物 然后 嗯 我会去载 我会去载食物语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嘛 北京烤鸭 然后我觉得很可爱 我才去载的 可是后来我都 一直抽不到它嘛 结果我就卸载了 所以一个 我觉得那种游戏啊 不能让你太 简单的得到 不能让你太简单的得到 很好的卡 但是又不能让你太 难抽 那个平衡点 要做好 才会让人家 一直想要留在那个游戏里 抽不到交给客奖 玻璃玛里克吗 有一个角色是乳肉饭 很帅 哦对他有一个角色是乳肉饭 然后 那个角色在攻击的时候 他会 他会骑摩托车吗 然后戴着安全帽 就是很台湾人的印象嘛 因为 嗯 台湾嘛 所以他就会觉得 很多 很多 路上很多摩托车吧 所以把那个角色 加入了摩托车的元素 所以他的攻击的时候就是 骑摩托车去撞人 还蛮有趣的 然后 乳肉饭那个角色是 只要你载那个游戏 就会送了吧 嗯 其实他还蛮厉害的 他是 台中一中 学霸型的 虽然看起来像 看起来像不良少年 但是 其实是台中一中的孩子 这些夜夜囊的礼物 非洲人日记吗 是 鱼鹿知道乳肉饭的日文吗 乳肉饭的日文 嗯? 不是乳肉饭吗 就是 好像发音也很像 乳肉饭吧 就跟臭豆腐一样 好像直接是从 音 翻译过去的吗 或者是 乳肉饭有其他的叫法 我不知道 雨露露什么时候要去 帮游戏配音呢 等我们接到 那样子的工作 然后 有想要分配给我的时候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头贴的印银皮 乳肉饭 不行我只能用 只能用中文念 这样设计 可以啊 那个羊駝好可爱 期待成品哦 小白兔晚安 滷肉饭跟肉燥饭不一样 对 我个人是 喜欢肉燥饭 因为我不怎么 不怎么喜欢吃肥肉嘛 所以 就跟那个什么 鸡丝饭跟鸡肉饭是不一样的 就是 不是有人在站吗 觉得这两种是不一样的食物 可是有些对 对北部人来说 对有一些人 就是像 之前我还 分不清楚这两个东西的差别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同一个东西 啊 对说到那个 说到肉饭的日文 就是炒饭的日文 不是也是 跟中文很像吗 好像念 掐汉吧 是吗 炒饭的日文 直接翻过去的那个 我是上台北后很多人都卖卤肉饭 结果都是碎肉吗 很生气 我在西门的电视场看到了你们 真的吗 西门的电视场有我们的广告 那你要拍下来 拍下来给我们看吗 如果有巧遇我们的话 我会觉得 车轮饼跟 红豆饼也是不同的诗 我抱歉他们一样 车轮饼跟红豆饼 红豆饼吗 车轮饼现在有很多很多口味 还是因为 以前就是比较 只有红豆吗 顶多红豆跟奶油两个口味 所以会觉得 车轮饼就是红豆饼 我是不知道车轮饼跟红豆饼的差别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分 台中肉燥饭就是肉燥饭 乳肉饭真的是大块肉的饭 谢谢少凯送了一个礼物 好 叫法不同吧 就跟橡皮擦跟擦布的意思一样 橡皮擦 橡皮擦好像有很多种叫法 我之前有听朋友说过 就是 擦子 就是他叫下面的要擦子 还有什么回家 回家作业吗 好像不同地区的叫法也不一样 回家作业 开北的乳肉饭都欺骗我的感情吗 那你会想要一件吗 会啊 擦子派 我是叫橡皮擦的那种 大家對回家作業有不同的叫法嗎 家庭作業嗎?還是什麼? 落地下晚安 我稱為放學前作業嗎? 我就講作業 是喔 我都不喜歡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自己 以前不是那個 聯絡簿上面要有週記嗎? 然後大家都要寫嗎? 我就特別喜歡在週記上面畫畫 就是我不怎麼喜歡寫 就是我不喜歡寫紀錄東西在上面 不喜歡寫日記 所以我都畫畫在上面 還蠻多有趣的東西嗎? 我聯絡簿上面 如果我還找得到我的聯絡簿的話 想要把它拿給大家看一下 我都習慣先把週記在學校時就完成 跟我一樣 我也不喜歡把週記帶回去 因為這一回家之後就沒有 想要寫週記的那個心情 我也是叫我回家作業嗎? 回家作業好可怕的回憶 你們討厭作業的孩子嗎? 聯絡簿的週記我都放著沒寫 結果老師叫我寫作文補完嗎? 你們老師好狠喔 欸 作文跟週記耶 我就不理解寫週記為什麼要給老師 老爸老媽看光光 可能他們也覺得寫週記是 瞭解你的一個方式吧 所以會拿來看 因為它不是那種你自己私底下寫的秘密的日記 所以啊 它就是 想要瞭解你 最近這一個禮拜的 近況最好的方式嗎? 就是叫你寫下來 有沒有這個禮拜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如果是那種私底下 比較私密的日記 當然被看是蠻過分的 但是週記的話就還好啦 我覺得 因為週記就是一個 老師家長跟學生 互相交換 交換意見的地方嗎? 所以會被看到 蠻正常的 如果你有一些 不想被知道的事情的話 你可以寫在 自己私人的日記上面 我超喜歡作業 每次老師都出很多 寫到崩潰嗎? 有時候 不一定是同一個老師出很多 有時候是 每一科老師都出一點點 然後他都覺得自己 就是那一科 作業只有一點點而已 但是每一科合起來的話 嘛 那個回家作業就變很多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明明每天都過得一成不變 去每天都要寫的光鮮亮麗嗎? 嗯 的確啦 不可能大家每一天都過得很精彩 或者有一些特別的事情嗎? 可能一天當中就 起床 吃早餐 上學 然後放學 回家 沒了 可能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每一天都這樣 也不知道特別要寫什麼 所以這種時候呢 嗯 我覺得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些 小小的事情上 可能會 有週記的靈感吧 比如說每一天 做一些什麼 不一樣的嘗試嗎? 比如說我今天去吃了什麼 嗯 新開的 新開的餐廳嗎? 然後覺得他的 他的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之類的 這種很小的事情也可以寫 我覺得寫這種雞毛蒜皮的事情 也沒關係吧 或者是 想一下 最近的 身體狀況嗎? 或是 天氣的狀況嗎? 怎麼樣子的 我覺得自己想寫什麼 就寫什麼吧 自由的寫 研究螞蟻好像不錯 研究螞蟻嗎? 也可以啊 不然寫 不一定要寫自己的事情 寫別人的事情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今天 今天媽媽 買了一件 我覺得完全不適合自己的衣服 或者是什麼 嗯 不管是 討厭的事 或是喜歡的事 都可以寫在上面 如果是那種 嗯 嗯 我覺得今天 老師功課出很多 那種的 感覺可以寫在上面 簡單來說 週記的話 如果有字數的限制 我就會 找很多這種 超級小的事情 很像 平常會碎年的那種小事 寫上去 然後撐它的字數 用XL會不會太大 XL 好像有點大 XL 不過 買大件一點沒關係 因為 至少 還穿得下 我自己還蠻喜歡 比較大的尺寸 很討厭老師 評語覺得週記給評語很煩 會嗎 可是每個老師給評語的方式 好像都不一樣 有些老師會認真的寫很多 然後有些老師就OK 這樣子 他看過了 OK 蓋個帳 好 娘中老師我都會遇過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認真的寫評語的嗎 如果裡面寫老師壞話就會被觸發 以前會跟 以前國小的時候吧 有跟朋友寫過 交換日記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 會不會寫交換日記嗎 然後交換日記 因為我有留著自己 以前的交換日記 現在翻過來看了 覺得是黑歷史 就是以前會 用一些 以前會把一些很簡單的單字 就是摻雜在自己講話 就是自己 講的話裡面 比如說今天做了什麼 然後很happy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很 很像那時候的小朋友的 講話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或者是用注音來代表很多事情 覺得特別的羞恥嗎 翻開來 翻開那個 以前的交換日記 就覺得全部都是滿滿的黑歷史 然後我以前還在 交換日記上面畫漫畫 就是給朋友看的那種很智障的小漫畫 以前很喜歡自己設計一些角色 然後就用那個角色來畫一些漫畫 以前週記不能空白 就算是沒事也要扯出有事來 嗯 真的 不然的話 如果週記可以空白的話 因為沒事就可以空白 那大家基本上 到後面就會越來越不想寫 我以前沒有寫過交換日記 那個好像 嗯 我覺得女生 女生可能會寫過吧 但男生 我還沒有印象有男生會寫 交換日記 著急叫做虎爛訓練嗎 作文也是啊 作文也是虎爛訓練 可是通常很多那個 寒假或暑假作業 他們的作文 的主題都是 你做了什麼嗎 這個暑假這個寒假做了什麼 那我下課了 阿桑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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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桑辛苦了 然後 除了週記我還想講什麼 那個 我記得我以前有那種 就是 有一個很奇怪的家事表嗎 還是運動表 就是他暑假的時候會發給你一張很長的 然後要你每天做一點家事嗎 每天做一項家事或是幾個禮拜做什麼運動 都要記錄上去 而且那個也是全部人都會抽查的那種 全部人都會拿去看的那種 你知道我寫那個都是放到開學的前一天 然後才開始狂寫嗎 以前還在上面抄堂吃老是看到傻眼 那個不都亂編嗎 對啊 那個不會有人造實的寫上去吧 我以前是跟喜歡的女生寫交換日記 你們寫什麼 好想知道喔 我是跟女生的朋友寫交換日記 我還沒有跟喜歡的人寫交換日記過嗎 好想知道會寫什麼 而且以前那種 以前小學生嗎 小學生跟喜歡的人告白方式都很有趣 不好說也不想回憶嗎 好沒關係 我是有寫過家事表 老師還會打電話給家長確認 這個好恐怖喔 那家長會 家長會照實的回答嗎 還是就按照你上面寫的來講 有的那種家長會配合你一起 瞞騙老師 就是家長可能也覺得 喔這個作業太麻煩了啦 然後就幫你一起 胡攏過去的 有那種 好心的家長嗎 怎麼 家長就照家事表上面跟老師說 考試讀書都沒時間了 還要運動半個小時 做家事等等 怎麼可能 背行莫顧晚安 每次都等到收假 前一天拼命趕作業 然後就被唸了 我自從身上國三之後好像就不知道什麼是作業了 之後就都不寫作業了 是嗎 現在 我剛剛講到我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以前小朋友告白的方式好像都蠻有趣的 現在可能有那種 有Line嗎 還是有任何東西可以講 就是私底下講 但是以前的話就沒有啊 所以以前的話就會用什麼 然後 以前的小朋友嗎 就會用 真的會用情書去跟大家告白 我覺得 現在想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嗎 長越大越不知道怎麼告白 你以前都怎麼被告白嗎 其實我 以前不是常常被告白的類型嗎 國小的時候啦 因為 我國小的時候 然後 嗯 整個 國小的時候好像不是 不是大家喜歡的類型吧 就是 我發現 國小的 男孩子嗎 對 他們喜歡的類型都是那種 很 很 open 就是很外向的那種女生 他們喜歡那種很 嗯 會一起玩嘛 然後 很開朗的那種女孩子嗎 我覺得那種女孩子那時候 國小的時期會被告白最多 會被一大堆告白 的那種 那種 German的女生嗎 對 差不多是那種 German性格的 因為那種 那種女生比較會跟男生玩在一起啊 然後 嗯 對 就比較不會在女生的那種小圈圈裡面 所以那種女生被 國小的時候被告白的機率還蠻高的 我覺得 然後我又不是那個 我不是那個類型的 所以 我是 有被 嗯 該怎麼講 我覺得自己被女生告白的機率 可能還比較高一點 我有同學用即時通告白嗎 以前國小同學用電子信箱跟喜歡的人告白 告白不是都用LINE嗎 現在就是都用LINE吧 可是以前就是 要寫情書的那種 可是小朋友啊 就是 就算有被告白啊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就比較像那種 亂槍打鳥嗎 可能 這個禮拜我喜歡哪一個 然後 下個禮拜我喜歡哪一個 這樣 可是 就算 嗯 國小的小朋友啦 好像就算 告白失敗或是搞得很尷尬這樣的 可能過幾個月之後還是 又玩在一起嗎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想說班上的誰跟誰的誰告白啦 然後 好像收場結局不是這麼的好 但是 他們 過幾個禮拜一玩在一起 na 會有人是那種告白失敗就老死不相往來的嗎 就覺得每次想到都覺得很尷尬 然後就不想看到那個人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禮物 亂槍打鳥嗎 對啊我就覺得是這樣 但是小朋友的話 沒什麼關係啊 因為小朋友就是 就覺得喜歡跟這個人在一起 就可能會告白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是蠻單純的那種 雖然亂槍打鳥聽起來好像不是什麼很好的形容詞 可是我以前就看過那種 我以前嗎 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就看過那種 男生是一次跟五個女生告白的嗎 對一次跟五個女生告白 就是他在 而且在五個女生裡面還包括我 就是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是寫情書 然後在班上唸出來 然後講出來他要給誰誰誰誰誰這樣子 一次講五個 我就覺得 所以他現在是喜歡誰 的那種感覺嗎 可是他就是 他應該是都喜歡啦 他其實 那五個女生都喜歡 就算他這次 就算他今天不是一次 全部五個一起告白 他可能也會 把那五個都告白一輪嗎 一個一個來 這樣 然後如果那個 如果那五個女生 也都喜歡他的話 不就變成修羅場嗎 蛤 我腿開了 只有分手以後老實不相往來 告白到最後女生都會離你遠遠的嗎 恩 這個好像不一定要看人耶 不過 有些人 有些女生可能會覺得自己 如果繼續跟你 像以前一樣是好朋友的話 會傷害到你吧 畢竟 畢竟他都拒絕你啦 然後他又知道 你想要跟他發展成 戀人的關係嗎 那這樣如果繼續跟你一起 關係很好的話 那 不就是 感覺有種 惡度傷害的感覺嗎 不然就是那女生會覺得 以後看到你會很尷尬 因為 他對你的感覺 跟你對他的感覺 不一樣 所以他會覺得 你們可能沒辦法 好好的相處 憲政播放 Miku小紅歌 我的台有不少小紅歌 從小就全都 我全都要 是個人才嗎 這麼小就公開滴滴傾向很勇敢啊 有辦法決定出一個 所以你不覺得就很可愛嗎 那種 就是小 很小的那種男生 然後 他就是可能 很多女生他都喜歡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很偉大的舉動 就是自己寫情書 然後自己唸出來 然後 然後 然後再講他要給誰誰誰誰這樣子 可是 那個如果 長大的還這樣 就會被認為有點 花心吧 就是絕對不會成功的那種 會有人會 接受一次跟 五個女生告白 除非他長得超級帥吧 還是這樣 之前我還 嗯 我感覺講到國小生的那種 國小生的那種 戀愛嘛 都會覺得很 很 有趣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內心在想什麼嗎 我有遇過那一種 就是以前啊 以前有 以前在國小的時候 會有一節課是特別長的 就是你會休息二十分鐘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 二十分鐘那一節吧 我就去樓下的操場打籃球 然後就跟別班不認識的男生一起組 然後結果我才跟別班的男生喔 就是打球 打球打了二十分鐘吧 然後 好像過沒幾天就收到 情書還是什麼的 就是聽說 這些男生 之前跟我打籃球 那個男生喜歡我 然後我就 嗯 我們不是來見面二十分鐘嗎 那種感覺 那是小學生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好像是一見 一見鍾情的感覺嗎 長大以後就會對每個成員都發一次神推薰言 就是我覺得小朋友 小朋友表達自己喜歡的方式真的很 很直接嗎 然後也不怎麼會想太多 也不會想太多 就會覺得還蠻可愛的啊 但是那是小朋友限定的那一張 瞬間黑人問號 對啊 這個是我記憶蠻 記憶蠻深刻 然後 比較 覺得比較 誇張的一次被告白的經驗吧 但是我小學的時候真的不是很 受歡迎的那種女生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就是身體很差 就是 體育課都沒什麼在參與 只能在教室休息 然後跑步也超級慢 然後 又不怎麼 好像不怎麼講話嗎 很安靜的 很安靜的一個女生吧 然後看起來很乖這樣子 就沒了 很沒有存在感的一個女生 所以好像 不怎麼會被告白吧 但是我幼稚園的時候完全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上了國小的時候 那個個性整個大反轉嘛 你知道我幼稚園的時候是一個超級不怕的生 然後 就是 第一次 第一天進幼稚園的時候 通常小朋友會有點抗拒嘛 不想進去 因為要離開爸爸媽媽 然後我是那種 直接衝進去幼稚園的 就是爸媽都 想要 就是 還來不及攔著我嘛 我就自己一個人衝進去的那種 所以我幼稚園是超級 超級 超級 開朗的 小女生吧 然後 也轉學過 但是 我在每一所幼稚園都適應的很好嘛 因為我就超級愛玩 的那種 然後 好像 國小之後嗎 我不知道青春期嗎 是怎樣的 就 突然變得很安靜嗎 然後 一直到現在這個樣子 都是很安靜的 個性 你幼稚園受了什麼心理創傷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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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幼稚園的時候 都是開心的回憶啊 因為我很喜歡跟不同的人玩 就是跟老師玩 或是跟同學玩 我都蠻開心的 然後突然 就是 我是那種 一轉學 因為我 轉學感覺 會有點焦慮吧 因為不知道怎麼跟 新同學打 打好關係 可是我是那種 一轉學 然後就 受到大家歡迎的那種嗎 幼稚園 只有幼稚園 因為我 就是完全不怕的樣子 我就是 很 嗯 那個時候進 新的幼稚園吧 就只是想跟大家玩 然後 就跟每個人都 聊得很開嗎 然後幼稚園的時候 不是還會分小班 總蠻大班 然後那時候我好像 嗯 也有跟那種 大班的那種大姐姐在玩 什麼的 就是 好像到處都是朋友的感覺 而且我幼稚園的時候 就是 超 超 好動啊 我是那種 就是在公園裡面 可以跟 不認識的小朋友玩 然後玩一玩 就玩得太開心了 差點回到人家家裡 就是以前 以前 爸爸媽媽媽 他們說 有一次在公園 帶我去公園的時候 之後就找不到我了 就是因為我 跟 別的小朋友玩一玩 然後玩到 回到人家家裡去 就是跟著人家回家 然後人家的阿公就看到我 然後說 怎麼會有一個 不認識的小朋友跟過來 結果是 結果 再把我送回來 哈哈 秀蛋姐 妳這個超危險 對吧 對啊,我就是那麼玩到一個 沒什麼危機意識的小朋友 小朋友,我小時候可能超級好拐的吧 但其實我對這一段 我對這一段事情沒有任何印象 我沒有印象自己去公園玩的時候 然後玩到太開心了就跟著人家回家 還有那個好心的阿公也把我送回來了 所以以後有小孩的話 自己要隨時的在旁邊看著 不可以滑手機 如果小朋友是像我這樣子很愛玩的 然後可能會很容易就跟著人家走了 也說不定 轉眼就不見了 謝謝好心阿公 對啊 阿公我怎麼多了一個女孫嗎 今天 比起來已經6點13了 差不多差不多要關鍋了 我來唸今天的鑽石榜吧 今天到第23名 我從23開始唸 你們要平常正常的版本嗎 還是要看我再唸很快 唸一次 像平常那樣唸嗎 當然可以阿 等我一下等我唸完 不過你也可以唸很慢 可以阿 平常嗎 好那我就用平常的公式來唸 今天的第23名是 Sparky 第22名是 花生糖 21名是 浪克4625775 第20名是 幻影戰士 謝謝你們 接下來第19名是 卡丘 18名是 哈劉 17名是 陰頭貓 第16名是 美妮不行 嗯 這個名字有點強 美妮不行 無悔過客 然後 第15名是 第15名是 少凱 謝謝你們 接下來第14名是 夜妍狼 13名是 神秘爾浪克 12名是 富瑋 11名是 新鮮檸檬 第10名是 小千 謝謝你們 接下來第9名是 CSH 第8名是 草莓醬 草莓醬的頭貼真的是草莓 第7名是 博弈 第6名是 Ice 第5名是 Akira 第4名是 HANA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前三名是 第三名是 小I 第二名是 修哲 第一名是 藤原文太 感謝你們 這是今天的前三名 然後小I 小I跟藤原文太嗎 還有修哲 都是 難得在 前三名榜上的人 感謝你們 以上就是今天的直播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官方IG嗎 有沒有我的 我的照片出來 謝謝 然後給薩薩的 關播前來的 當兵祝福嗎 就是 嗯 我講一下 我來講一下自己 對 薩薩一直以來的感覺 就是 嗯 每次薩薩來我的 直播台的時候 都會很熱情的 一直 回應我的問題 然後一直跟我聊天 所以 我覺得薩薩如果 真的去當兵的話 我會 有很明顯的感覺 就是 啊有個人不見了 就是平常會 陪我聊天的人 不見了這樣 但是 我相信 薩薩四個月 回來之後 還會是那個 精力充沛的樣子 對 所以 在當兵的四個月 好好的 再 好好的加油嗎 然後 一下子就過去了 就可以再回來找我們了 也期待你 當兵的時候 當兵玩回來嗎 跟我講一些 有趣的事情 就是 自己在當兵的時候的經驗 我也蠻想知道的 希望你在 軍中的時候也可以過得 開心嗎 加油 飛行莫果 好像也是 你是第一次出現在我直播間嗎 之前好像沒有看過 啊我不小心把特效打開了 等一下 這個是我 新開的特效嗎 不知道又解鎖了什麼成就 所以開了一個特效 好 感謝大家 今天來陪我聊天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是的 第一次來 希望你下次 下禮拜二嗎 我也會在同一時間直播 希望你到時候也會來看我 拜拜